林隆你好 大家好 李大哥你好 那我们来介绍你4月18号这场的一个音乐会 为什么选在北投文物馆 这场音乐会呢 就是我们华智和音 也是就是今年是第10年啊 在这个第10年的团庆 然后其实北投文物馆 我们之前就有到那边去表演过 那觉得这个场地呢非常的好 也很适合我们这个日本针跟齿巴的这个重奏 那适逢呢 就是文物馆今年刚好也是他们100周年 就是他们在1921年的时候建馆 那到现在刚好是100年 那也是我们10年 他们100年的一个馆庆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这个音乐会名称叫做穿越百年的卸购 那个邦乐与台湾音乐 穿越百年的卸购 那一个就是说这个刚好就是我们这个文物馆10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馆庆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在想要强调就是台湾土地与这个邦乐的这个关系 那其实在台湾我们日志时期蛮多的这个日本音乐人也是有到台湾来就是推广 那包含他们这个日本的傍乐之父功成道雄 他有记录他曾经在1937年的时候来台湾 就是演奏蛮多他的作品的 那好像从台北到屏东 总共演了八场 这个是有记录在案的 对 接下来讲一下你们的一些演奏的一个曲目 以及演奏家好不好 除了基本的你跟这个素品以外 好的基本上我们这个乐曲总共分为五大类 那第一类就是所谓这个新日本音乐也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工程道雄先生 那他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大正时期跟这个昭和初期的这个时间所写作的 那在我们4月18号就会演出他的两首的一个作品 一个是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春之海 那另外一首就是樱花变奏曲 这个是日本针的三重奏 就是他运用这个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这个樱花 Sakura的这个旋律 然后来把它改成这个日本针的三重奏 那非常的华丽 那再来是第二个类型叫做戏剧音乐 那这场音乐会也是这个我们很特别就邀请到这个戏剧人 出生于戏曲世家的这个刘建国刘老师 那他曾经就是有上过这个PAR的这个表演艺术杂志 得到这个年度的这个年度人物的这个称号 那有请他来帮我们这个音乐讲故事 那这个故事其实是由我的齿巴老师 就是日本的宫田跟巴朗大师呢 他所写的这个音乐故事 那他在这个日本 选用这个日本很有名的赫德报恩 这个故事呢 然后来配入他的这个音乐 那当然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就是变成台湾人听得懂的 就是我们有特别请这个刘建国老师 就是帮我们就使用台语 就是这一次特别就是有请他用台语来讲故事 那这个也是这一次的特点 然后再来是现代邦乐 就是在日本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个专门 就是到国外去推广 就是齿巴音乐的这个团队 他们叫做国际齿巴研修馆 那是有这个他们主要的老师 恒山圣爷 这位老师所做的曲子 春吹 那我也是邀请我的好朋友 齿巴演奏家 那他也是有拿到这个 就是国际齿巴研修馆的这个 师范的这个免许证 那他叫陈沛云 来跟我一起吹奏这个春吹 刚好是春天这个季节 然后用齿巴来互相应和的一种 非常春天的一种洋溢的一种状态 然后再来第四类就是台湾的作品 那这个台湾的作品 也是我们在这个穿越百年的 卸购这个名称上面 我们就是有做一个 以前跟现在的一种 回顾过去跟展望未来的一种 群目的表现 那一个就是说我们改编过去 就是旅日的一个作曲家 总共有三位的作品 一位是萧泰然 那另外一位是郭志愿 然后跟这个陈世智 那分别改编他们的就是 萧泰然的是 也是一个非常表现爱台湾的一种 情怀在里头 然后再来是郭志愿的 就是比较慢的 然后是就是妈妈就是哄小孩子 睡觉的一个就是催眠曲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陈世智 陈世智老师的这个台湾舞曲 那是一个比较快节奏的一个 一个曲目 那这个是回顾过去的一个部分 那展望未来就是我们有请台湾的作曲家 就是嘉义大学的作曲教授 陈一真老师呢 来为我们华之和音来谱曲 那他这个名称叫做铜始华 那铜始华呢 铜就是铜花的铜 那刚好就是在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客家有铜花就是要盛开 那这个刚好就是符合我们这个华 就是华 华是在日本是作为华的意思 那刚好也是我们这个华之和音的这个华 华的这个意思 那也是这位好朋友陈一真 就是送给我们这个华之和音的一个礼物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很夯的 就是我们有改编一个动画配乐 就是大家可能有去电影院看过这个鬼灭之刃 那鬼灭之刃就是当中有一首非常大家喜欢的 这个岩柱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他的主题曲就是这个岩 那由我们的徐素平老师呢 改编成为这个持八日本针的这个重奏 那也都会在这一次 就是4月18号北投屋馆的音乐会里面听到 所以大概是分为这五大类的作品 听你介绍我发现你们这次选曲的范围非常广大 对不对 是的 就寒瓜了就是从以前就是百年到现在的一个最新最新 还没有还没有就是会听到手演的这样子的曲子 所以这次算是你们大型的演出吗 是的 包括在曲目上的选择 好像包括还有手演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十年团庆一定要 不过这次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些日本的演作家比较不方便过来这样是不是 对实际上其实我们本来的想法是希望 就是那个同史华 就是我们特别写了指巴两把跟日本针两把 那本来是希望一位日本老师可以到台湾来跟我们共演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一个这个行程就是被改变了这样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排练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排练的本身在台湾应该就比较简单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们就是会安排在台中排练吧 那因为我平常都是在台北 所以大概就是可能要跟这个素平老师跟他的学生 他这次的也是我们这次其实最多人的状态 应该就是五个 就是两位尺八就是我跟陈佩云 然后跟这个日本针是三位 那包含徐素平另外有两位他的高徒 叫做黄婉针以及王元平 那王元平现在也是在台湾师范大学就是就读研究所 都非常的优秀 所以其实选在北投文会馆他的这个观众数就有比较有限制 对不对 所以本来你们在预期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不要超过百人 应该是说我后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你如果挑很大的场地就是你一定要去做扩音 然后你就是一定要装很多 就是你出来的声音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对 然后在文物馆的话他会变成是说 就听到原音就对了 原来的声音 而且他是在这个氛围里面他是恰到其处的 而且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日式的建筑 跟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他在一百年前可能也是大家这样子去欣赏他 那刚好就是让大家有一个 好像我走到一个很典雅的一个地方 然后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场域来欣赏 就是让观众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对你刚刚有讲到其实如果场地大 包括以前你们常比较常在演奏听嘛 对对对 那就需要有一个扩音的一个 对 所以耳朵比较挑剔的这个观众 是不是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感受上不同 对就是你会应该是说 有一些观众他其实不太喜欢听到扩音器的声音 那其实包含我其实都不太喜欢听到那个扩音器 因为有一些扩音器出来的声音是比较比较假的 对那你如果能够真的听到就是这个乐器出来 而且跟旁边的木造建筑是有一个共振的一个状态的 那种声音其实是非常自然而且舒服的 这次演出还有搭配这个下午茶 这也是北投文文馆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 应该可以享用很多日本和国 和时对 主要是就是演出完之后啦 然后我们是会先安排一个文化巡礼 也就是请馆方的人就是帮我们导览就是他们整个馆 就是的一个建筑跟他们一个展览 然后展览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查续时间 那也欢迎就是观众来跟我们这些音乐家 就是聊天啊交流都非常欢迎的 所以你们跟观众都没有距离 对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场地你比较能够做到这样的事 如果是在国家演奏厅的话 大概你就是观众走观众的出入口出去了 然后演奏家就是走演奏演奏人员出入口出去 就是比较难有一种交流 所以在这边除了享用美食之外 听好听的音乐还可以跟你们近距离这个交流就对 是的 这也是北投文物馆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是啊 所以就上一次在两年前我们邀请三位线演奏家到 北投文物馆的时候 然后就是三位线演奏老师也非常的开心啊 然后我们也达到就是说 老师可以跟就是各位观众就是有一个互动 然后聊天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次我们团庆的时候 就也是这边作为我们的首选 嗯 不过他作为应该很有限对不对 对就只能容纳一百个人 那目前其实我 我看了一下那个网路上的售票 应该就大概不到十张了 所以如果想要来的朋友真的要抢票 嗯对因为他不像演奏厅 动不动就几百个位置 最多一百个 就是也是要兼顾所谓的演奏的品质 嗯还有他的古迹的那个二楼 是有一个承载的一个数量 他没有办法超过多少 就二楼没有 但二楼的大广间没有办法承受 可能超过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个人的重量 嗯对 然后购票就是恰两庭院的一个售票系统 是的 嗯 不过你们这次好像对声障以及老人家 还有一些五折的优惠还不错 对啊但是 好那这次因为是配合这个华智和音十周年的一个 这个团庆举办的一个这个很特别的演出 尹隆是不是再把华智和音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华智和音呢成立于这个2012年 那是由我刘尹隆以及徐淑平所共同组成的这个 呃邦乐乐团那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中国音乐出身啊 就是我是谈崔迪萧他是谈古针 嗯那呃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就是开始学习这个日本的尺八跟日本针 所以我们是具备有双重的音乐能力的一个演奏团体 那就是这十年来呢 我们就是除了呃去呃学习这个日本的传统的经典的邦乐的作品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陆续的就是有一些改编以及创作啊 包含台湾的萧泰然陈世智啊 他们这些呃旅日作曲家的一个作品之外 我们自己也有尝试的创作以及呃改编啊 那像是呃这个日本动画的音乐 然后再来也有邀请台湾的这个作曲家为我们华智和音来谱写这个新的作品 那就是包含这一次有呃要演出的呃同史华啊 以及之前我们有请好朋友就是潘嘉玲为我们写的这个风之声啊 呃以及就是之前另外一位呃陆云为我们写作的这个墨基啊 都是我们呃华智和音所呃邀请的这个作曲家 然后呃在这样子十年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从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演奏学习的一个状态 那到现在就是有一些学生呃可以跟我们一起呃出去演出 那包含这一次我们也是有让这个呃苏评的高徒黄婉珍以及呃王元平一起来加入 那以及我的尺八的好朋友那也是国际尺发呃呃研修馆的这个师范呃陈佩云来跟我一起演出的 嗯是不是再把尺八跟日本声稍微介绍一下 嗯尺八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他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他的名字呢其实就是这个乐器的长度啊 嗯就是一尺八寸 然后他是大概在中国唐宋时期的时候传到日本哦 那在中国的话可能就是作为后来改变为这个销传承下来 那在日本他就演习这个唐宋的一个心智哦 就是他的吹孔的地方呢维持原来的样子 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哎两个乐器看起来很像啊 但是如果你实际去研究他的一个吹奏方法 你会发现在吹奏日本词话的时候 这个头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 那其实这个是吹孔的这个因素呢 让这个乐器呢 呃就是在吹的地方有很大的一个变动性 嗯那销的话他的吹孔就会比较约束型 对那在暗孔上面就是他开个孔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啊 尺八的传统呢是开五个暗孔 那传统的销是六个暗孔 那新式的尺八是七个暗孔 那销是八个暗孔 所以从这个孔的数量来看 也会发现到其实他的率 他的音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开孔越多他变化是越多的 嗯开孔越多不一定变化越多 但是你能够吹准的音会比较多 嗯就是你开开出来准确的音会比较多 但是因为尺八就是他的头部的一个呃 俯仰哈 他们叫Merry跟卡里的动作呢 所以他其实呃很多就同样一个指法 他可能可以吹到三个半音 嗯就是可以用头去改变他的这个音高的一个呃 半音的一个系数 所以头也是像手指一样重要就对 呃头可能更重要 那日本针也介绍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一样透过是古针改良的吗 还是什么 呃他其实应该是比较早的古针 他也是从这个唐宋时期 也是他们保留下来原型 对对传到日本去 那呃据说以前有一个故事叫做 呃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个贵族啦 他们有一个乐器叫做色 嗯 那色这个乐器呢 他有25条弦 那25条弦有一天呢 他两个女儿就争着要弹这个色啊 然后这个爸爸一一 就是一生气就 好啦我批成一半 你们一人弹一半 然后一一台批成12条弦 另外一台批成13条弦 然后就有人就说啊13条 呃13条弦的那个就传到这个日本 那12条就传到韩国 变成韩国的亚珍 所以其实韩国的呃 韩国的古针是12条弦 然后日本的古针是呃13条弦 对那后来其实在音律上 其实呃 大家如果看到这两个呃 古针跟这个日本针 你只要上去数它的那个弦数 你大概就会知道 呃这个是日本的 这是韩国的 那中国针现在大部分是使用呃21弦 呃或者是23弦 嗯对 所以大概你去 那体型就比较大就对 呃体型比较大 对但其实日本针 他后来也是有改良 就是说他们也是有人研发 就是更呃比较长的呃17弦 算是一种低音的针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也会使用到就是低音的呃 针的一个部分 今天非常谢谢华智和音的团长刘雨荣 为大家介绍他们最新的这个呃 音乐会穿越百年的卸购 邦越与台湾音乐 然后4月18号 下午两点北投文物馆 然后听众朋友有兴趣 欢迎到两天订阅 呃设客系统 好谢谢你咯 好谢谢李大哥 好谢谢李大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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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